大家好 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按摩我们的肩的外侧的这块肌肉 它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脖子两侧的肌肉紧张 还有一些人假装很有节节的 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 效果还是不错的 好 下面呢 我为大家示范和讲解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先找到我们的肩的外侧 就是大臂外侧这一块肌肉下方 如果说你的脖子经常发紧 这块肌肉呢 应该也是比较紧张 如果你假装线有节节 你再摸一下 你这个地方如果有节节的话 要把它给它疏通开 按我说的去做 把这个地方疏通开的呢 那么你对应的脖子一侧的肌肉或者是筋 它就会变得松然 好 我们怎么做呢 好 先用手检查一下你的肌肉是什么情况 如果这有节节 我们可以用手指 然后给它按着进行弹拨或者按揉 好 或者用整个手掌去拿捏 好 我们找到非常痛的点 稍微多做一做 好 假如这个点比较痛 我们就多做一做 好 一般做个三五分钟 然后用空心拳敲打一下 疏通一下 好 做完了要换另外一侧 两侧都要做 好 先拿这些肌肉抓一抓 放松一下 好 放松完了以后 用手指找到僵硬的或者是有节节的地方 用手指轻轻的按揉 因为刚开始比较痛 所以要轻轻的去按揉 好 当你感觉你按揉开了以后呢 用我们的空心拳进行敲打 好 如果说你有一伤这些问题呢 每天坚持做一次 把你的手臂左右割坐三到五分钟 坚持做呢 把你的脖子全部都放松下来 或者你又假装今天能得到很好的调理 好 大家在做的过程中呢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或者私信 和我进行交流 谢谢